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11日 已經是星期四 俄烏戰爭打了快兩年 下個月就是打滿兩年 最初 俄羅斯也有出動一點 戰機 但後來由於美國的刺針導彈太厲害了 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把俄羅斯億元級的軍備化為灰準 所以 他們也不敢出戰機 變成沒有了制空權 俄羅斯當然沒有以前想像中那麼厲害了 打了兩年也沒有辦法把烏克蘭打敗 還在膠著狀態 但是最近 俄軍就出動了大規模的空襲 當然 他們是以無人機為主 也是用導彈的空襲 令到烏克蘭的防空系統受到很大的打擊 總統扎倫斯基1月2日表示 俄羅斯短短幾天之內 對烏克蘭 發射了500枚飛彈和無人機 這是俄烏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 這次空襲造成烏克蘭全國有60人死亡 其中只是基庫也至少有32人死亡 其中30人 是在去年 12月29日空襲之中喪生 除了基庫 俄軍的空襲範圍遍佈全國 包括在東北的哈爾科夫 南部的澤波羅烏 南部海岸的奧薩德 奧德薩 以及西部的利維夫 利維夫就是通向 波蘭的 當時我們有些 盟友去了這裏採訪 以及作出一些支援 俄羅斯 在2022年發動侵略以來 從來未停止過這個空襲 不過最近那麼大規模的空襲 似乎有些想進地一步的感覺 俄羅斯最近 也對烏克蘭主要的大城市 大規模攻擊 目的就是要殺烏克蘭人民 也要削弱 防空的戰鬥力 本政府最近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向烏克蘭 提供 價值數以十億計的 愛國者導彈 當然這筆錢就由歐盟和盟友 夾了五十多億美金 不過你想想 用那麼大錢來買防空系統 你不如給他一些戰機 讓他徹底摧毀俄羅斯 好過吧 你只是防備 其實不是辦法 因為我們看看俄羅斯的空軍力量 就是十分之磅弱 有一則新聞說 大家會覺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俄羅斯的前線的飛行員 竟然要上網徵求木柴 我們要偷柴 不是 因為我們生火取暖 大家想想 這個消息說出來簡直是 匪夷所思 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的氣候十分之嚴寒 只是早一陣子在莫斯科 錄得零下28度 那些積雪是高於人暗制 當然他們的 戰鬥員 前線的戰鬥員 你想想 空軍飛行員 已經是天之嬌子 已經是軍隊裏面最重要的力量 竟然 他們 也不夠補亂 俄羅斯的大量國防預算 究竟被多少人貪污了 貪污了多少錢呢 我們看到 這個俄羅斯的軍事網站 發佈了一個消息 俄羅斯第31戰鬥飛行團 的飛行員 在駐紮前線米列萊玉空軍基地的時候 他們透過知名軍情專家馬洛夫 向網民發出求救訊息 馬洛夫就在他的 Teregram頻道發問 他說 飛行員急需寶座 他們就快凍死了 需要一些木材 來點燃 米列萊玉 基地的火爐 報道就這樣說 俄羅斯只是2023年的上半年 國防預算就超出原先預期的12% 達到6000億勞報 大約是500億港元左右 今天隨著俄羅斯將會越來越多資源用在俄烏戰爭 2024的國防支出 也接近總預算的三分一 即使如此 前線飛行員 卻只能夠上網問人家拿柴 令人很疑惑 錢 去了哪裏呢 你花那麼多錢去打仗 實際上 那些錢花在哪裏呢 大家知道 培養一個飛行員 要花很多很多錢 真的花幾千萬也未必能夠培養到一個飛行員 首先身體那個 機能要得到 身體要很強壯才行 跑步這些標準動作 還要讀得輸的 你控制一架飛機 控制一架戰機 一架戰機 用下了幾千萬美金 成億的嘛 訓練時間又長 這些飛行員 竟然要折舵到沒有得取暖 快要凍死 你想想 國防雨雪去了哪裏呢 整件事生氣都沒有 國防連一個 空軍基地 也沒有暖氣 要燒柴 俄羅斯場長怎麼打下去呢 我真的不明白 最終是怎麼打下去 最近一則新消息 俄羅斯有個王牌 竟然被烏軍繳鑊了 俄羅斯說假的 因為 他吹到天上有地下毛的 高超音速導彈 一則大規模的機率空襲烏克蘭 結果 烏克蘭 這個工兵在基庫一個大的彈坑裏面發現一枚未爆炸的匕首導彈 這個跟烏克蘭在23年5月提供的匕首導彈殘骸是十分之接近 目前 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局的拆彈小組已經將這枚導彈挖了出來 進行研究 通過現場拍攝的影片可以看到 匕首導彈的彈頭完整無損 外殼沒有明顯的損壞跡象 仍然是一枚處於原始狀態未爆的彈頭 這個大彈很明顯是導彈的動能 造出來的 烏克蘭的工程師將這枚導彈頭進行拆解和檢查 深入了解它的功能 電子元氣件 材料和各項數據 找到攔截它的正確方法 如果美國和西方國家一起參與的話 這個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大部分數據就會被破解 這個對於俄軍來說是致命的 你們的秘密武器 已經在別人手上了 在俄羅斯常規軍力嚴重衰退的情況之下 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由服役以來 一直以來都是他們 宣稱說可以對抗美國和北約的 王牌武器 他的最高速度達到了10馬克 理論上 是沒有任何防空系統能夠攔截的 理論歸理論 但是在俄羅斯戰爭之中 烏克蘭當局多次 聲稱用美國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了匕首 從去年到今年初 烏克蘭 聲稱一共接獲了16枚匕首導彈 而今次 在基庫發現未爆的匕首的彈頭 是今年初俄軍發射10枚匕首 這個導彈 其中的一枚 烏克蘭宣稱10枚匕首導彈全部都被攔截下來 由技術上來看 由米格31K發射的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被攔截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他除了速度快之外 還能夠進行機動的變軌 要對他進行攔截 最大機會就是在機動變軌之前 也就是在匕首剛剛發射之後 爬向平流層邊緣的過程 匕首導彈的本質 是E-C坎德爾M導彈 彈道導彈的空射板 在米格31K發射之後 避手的導彈會先爬升到平流層邊緣 想要攔截 就要在他爬升的過程之中動手 其實這個過程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因為爬升的水平 這個位置其實是很短的 防空系統 需要在靠近這個避手導彈 發射位置才能夠攔截到的過程 因為這個避手的射程 可以去到2000公里 而米格31K每次發射時都會在俄羅斯本土之內 考慮到愛國者3 對高空目標的攔截半徑大約是30公里 顯然 烏軍的愛國者3 是不可能部署到俄羅斯本土發射攔截的 所以 對匕首的攔截技術上 其實是很難成功的 除非 這個匕首是沒有 俄羅斯官方所宣稱的什馬克那麼快 我也覺得 肯定是沒有那麼快 俄羅斯的東西 只是很催促的 哪有這樣的本事 美國也做不到 你相信他做得到 蘇聯 大家都知道 他們 經常是以造假建稱的 現在 他竟然宣稱他的導彈有什馬克的速度 大家信不信呢 俄羅斯只是繼承了蘇聯的軍事技術 但是 由於蘇聯解體之後 因為他們沒有錢 導致很多蘇聯的專家走路 或者離開了這個國家 當然 沒有錢之餘 他們 國防預算 也不會投放那麼多錢出來研發這些東西 加上貪污 你真的相信 可以做得到這個高超音速的境界嗎 我不相信 是不是 從歷史角度來看 蘇聯和俄羅斯 都經常是誇大或者虛構他的軍事能力 以作為心理戰和威嚇的一部分 通過對敵國 增加一些不確定性和恐懼 所以他們 在戰略上就得到優勢 又說他有多少千顆導彈 我也認為 他們所有核彈都不能夠爆 因為 每一顆核彈 他都要用幾千萬來做維護的美金 當然啦 你說不是啊 舊的核彈沒有用 新的可以做一顆出來 他如果重新做一顆出來是可以的 當然啦 現在他們手上有 研究這些技術 也有各方面的東西 問題 做出來是否要試呢 他們是不是要試爆一下呢 在哪裡爆呢 是不是 所以 這些東西 美國一定會監察得到的 你原先舊底做的 你用不了 新的你也不敢做 因為一做 美國就會看到的嘛 你覺得美國看不到的嗎 不用試的嗎 方太煮菜 也把手指拿去 舔一舔 看看是否夠鹹 何況 你想想 所以我認為 俄羅斯吹的成份很大 所以他的匕首 是輕鬆的 被人攔截 跟一般的山毛舉 不是差很遠而已 大家不用擔心 什麼匕首 美國就匕首了 可以精準把一個車上面的人 斬首 而不殺過司機的 你想想想 這是什麼科技 蘇聯、俄羅斯、中共、俄羅斯 哪裏做得到啊 所以 大家千萬不要被俄羅斯嚇到 我看如果 去到飛行員 都沒有 取亂的話 我有理由相信 俄羅斯這場戰爭 很快會結束 因為他根本沒有可能打倒下去的一場仗 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韓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在香港的朋友 如果你害怕 湯家環的恐嚇 認為上網危險的不要緊 可以訂購我們的VPN系統 裝了VPN之後 保證你獲得101%的上網安全保障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很快 速度也很快 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 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的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